再过一个月就是父亲节了,想到怎么过父亲节了吗? 也许可以考虑带爸爸到大自然去见走 在台南的新化国家植物园 即日起免费体验全台数一数二的国家植物园区 在园区内还可以享受370公顷的森林玉和奔多金 一块儿去看看 林区内有五六十年的半原始林 厂内片值165公顷的大叶桃花新木 进入夏天也有许多昆虫可以欣赏 这边强调爬山不会晒到太阳 所以来这边虽然是大热天 但是非常的清凉 然后现在目前夏天的话有很多的蟲鸣鸟叫 现在有蝴蝶,满天飞舞的蝴蝶 还有爬满树的一个独角仙 这个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新化国家植物园的 在市长的宣布下 即日起都可以免费带爸爸进入新化国家植物园来见走 所以今天来跟这个蝴蝶室 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报告宣布 希望大家好好地来这个地方 运动、休闲 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 以前父亲节的时候都会只是说 跟爸爸聚个参赐个东西 可是后来觉得说这样子可以再多一些项目 比如说到富外走一走或是见走 像中金领厂这种地方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我觉得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爸爸节快到了 假如有的话你看多好 可是我的爸爸已经不在了 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爸爸节呢 顺着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见识一下 这个好的地方这样 园区还有规划路线 可以依照爸爸的体力来选择适合的路线 环湖路线的话是40分钟比较短的 木栈道的森林道的话 那个差不多一个小时比较长 这个就是强调 爬山不会晒到太阳的很好的路线 又可以得到健身 因为它有爬坡道 你会得到健康的效果 再过一个月就是父亲节了 今年不妨改变一下行程 全家陪着爸爸一起到大自然运动健身 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树芬林荆棘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